如果在以前有人告诉我这样素质的钢链侠只卖100块钱还是正版的 那我肯定不相信 但事实上中东的100块钱钢链侠然一路出到了马克50 这次马克50的盒子终于唤新了 尺寸上的变化更大了 开盒的方式也终于又过去了 对开门变成了更像茶叶盒的侧开门 整体的分会还是一贯的设计非常的一致 作为一款100块钱的模型来说 这个包装算是豪华配置了 对了这话涨价了 毕竟盒子大了配件多了 价格涨到了160块钱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多出来的60块钱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马克50是托尼的第一款用纳米技术做的战衣 卖点就是武器多 这次中东基本上是给出了电影中出现的绝大多数武器 60多块钱换这么多的武器件件 我觉得还是非常划算的 飞行背包软胶做的涂装满了糊 这是我最喜欢的飞件之一 纳米手炮这个涂装差点的意思 表面的细节都糊掉了 手刀 这个配件和手炮一样给了一对 还有一把灭霸拿来捅脱泥的手刀 还有一把大砍刀 刀热的地方是用了透明零件 原盾牌 忘记是啥时候用过这个武器了 还有里面大盾牌 同样的涂装做的不太行 有不少的瑕疵 地台由过去的透明地台换成黑色的了 质感上的有明显的提升 本体的细节其实对比过去几个当地下来说 可能是因为要表现的细节有点过多了 所以看起来多少有点粗糙 特别是发光卫点的部分 做着敷衍了 这个是不能发光的误会 可我认为本系列最佳的马克西比起码的质感上 确实差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每次在我对它提出要求的时候 心里总会有另一个声音 100块钱要什么自行车 这一次不同于以往 码案之前要把背后的盖板给扣上去 这个是为了提到背心背包而做的设计 但是大概是因为 封印背包是软胶的领先 扣上去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松动 然后这次设计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尖破的装甲设计得非常的贴合 把纳米装甲贴身的感觉给做出来了 各种武器配件绝对是这款马克50最好玩的地方 这个是应该除了预模到那款豪华版 拼装模型之外 市面上所有的马克50模型中 给了最多的一套 非常良心且豪华 看到这些高科技的武器遍布全身 作为理工人类型的满足感的 此刻被加满了 对了 推荐一款超酷的无限耳机 给你来武装自己 新歌apt7 这款耳机的电池盒 上半部分采用了金属的材质 阳激氧化非常的高档 下半部分则是消光材质的塑料 你以为是上下打开的吗 错了 其实它是这么开的 打开之后精致感和科技感 此刻就上来了 你注意看这个耳机 耳挂前端的部分采用了金属的材质 然后耳挂的部分可动性非常的好 可以进行180度的拉伸 我还发现了一个细节 注意耳机耳塞里面 厂家还做了金色的金属石膏片 双出狂喜 这款耳机除了好看以外 还用了高端耳机常用的 动圈加动铁的单元设计 特别适合拿来听 动死大字的摇滚音乐 声音是那种 一耳朵就觉得好听的类型 而且佩戴十分舒适 广告差不多就到这里 我们收回马克50 今天有人提醒我们的电影 已经两年没在国内上映过了 距离托尼打枪指牺牲 已经过了快三年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热度降了 版本便宜了 所以现在的钢铁下 这本玩具开始多了起来 不过这总归是好事 国魔做的越来越好了 期待中洞 可以拿到更多的IP吧